Hello大家好,我是塔塔拉 如果你之前看过我的Vlog的话 可能会发现我特别喜欢荷兰这个国家 我当时在阿姆斯特丹待了三四天的样子 我在Vlog里面一直在说它怎么怎么美好 怎么怎么漂亮 但是我只是稍微带过了一句它的红灯区 但我们都知道荷兰阿姆斯特丹是一个世界有名的姓都 我作为一个性别研究人士 肯定是很认真地逛了红灯区啊 而且我还去红灯区博物馆 了解了很多可能一般人永远也了解不到的 非常有趣的关于红灯区的事情 那今天就在这个视频里边边画一个日常的妆容 边跟大家分享我在阿姆斯特丹所看到的 所了解到的 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吧 既然这是一个科普向的视频嘛 所以我就打算用Q&A的方式来跟大家解答一下 大家可能有的好奇或者是疑惑 首先第一个问题是 荷兰的红灯区长什么样 这个红灯区它的名字叫Dewalen 它是一个区域的名字 它这个区域里面有餐厅有酒吧 有红灯区的这些服务 还有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只是一个区的名字 仅此而已 红灯区为什么叫红灯区呢 是因为在这个区域里面有一些橱窗 是一人等身的那么大的橱窗 这个小格子上面是一个LED灯管 如果这个灯管亮的是红灯 那就说明这个性工作者是个女性 而且主要是为男性服务的 如果它里面亮的是蓝灯 就说明这个性工作者 它是一个transgender 但其实也主要是为男性服务的 红灯区基本没有特意为女性服务的 男性工作者 这个区域大多数都是红色的灯 所以它们连在一起 映出来的这个区域就跟红色的一样 所以它被称为红灯区 第二个问题是 红灯区都有什么服务 除了我刚刚说这种橱窗式的 一对一的服务之外 它还有带有那种色彩的酒吧 那边可能会放一些小片啊 或者是有舞女在跳舞的这种酒吧 还有一种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过的 它是一个大的屋子里面 有好多小屋子 那种小隔间长得就有点像 咱们在商场里边唱歌的那种 里边融向一个人 一把沙发椅和一个垃圾桶 旁边有一转手指挂在墙上 就有点像一厕所的样子 每个小隔间里边有一个屏幕 如果你投两欧元的B进去的话 你就可以在那个屏幕上选你想看的东西 然后你把门关上锁上之后 嗯哼就不用我说了吧 这种东西它里边是无人监管的 但是外边会有保安人员一直盯着 你进去的时候它会查你的ID 但荷兰的红灯区主要还是一个那种小隔间服务比较出名 具体这个服务是怎么个服务法 收什么价钱 咱们待会再说 下面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 就是站在橱窗里的都是什么人 整个荷兰的性产业是被政府监管很好的很完善的这么一个产业 在橱窗里工作的性工作者 首先他们必须要有欧盟护照或者绿卡 这也是为什么你在红灯区里边完全看不到有亚洲性工作者的原因 第二是你必须要年满21周岁才可以当性工作者 除了你要有身份而且年满21周岁之外 你还要通过政府的面试 面试主要内容就是问你是不是自愿的 因为荷兰虽然性工作是合法的 但是人口买卖不是合法的 如果你是被强迫的话 你可以借着这个面试的机会寻求政府的帮助 除了你有一个license可以让你在这工作之外 你还必须得是有点小零钱的人才能在这工作 因为他们的橱窗都是自己租的 租一个晚上10个小时大概是在150欧元左右 如果你一晚上挣不回来这150欧元 那你几时就凉了 那有人可能会问我去做性工作者 是否说明我找不到什么其他的工作 其实不是 60%到70%的性工作者都有一份更稳定的长期工作 他们晚上来这工作有的是为了纯粹的挣外快 但是也有一些是真的是有兴趣来做性服务 下一个问题可能是大家更好奇的一个 就是你在这享受一次服务是多少钱 多少钱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很有发言权 因为我除了听道听途说之外 我还去了专门讲这个事的红灯区博物馆 红灯区服务的价格不是政府订的 而是这些性工作者他们自己形成的一个体系 基本上所有人收的钱都是一样多 最便宜的一个服务是50欧元 也就是你进那个屋子开始 你的消费就是50欧元或以上 50欧元是买的一个最基础的服务 就是你一个人躺在那儿 他单方面的给你服务 你不能跟他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 这个服务是15分钟 如果你说我想要更长的时间 那么OK延长再加50欧元 如果你说我想摸摸他亲亲他 OK那么再加50欧元 如果你说我不想单纯的对他服务 我想跟他有互动 有下一步的性接触 那么就再加50欧元 也就是50欧元不只是一个起价 而是一个加价的单元 那我们先来算一笔账 一个性工作者要在晚上交的房租是150欧元 也就是说他至少保证他要服务三个客人以上 才能把这个本金给挣回来 所以这么说的话 你想挣这份钱也不是特别的容易对吗 第五个问题是 荷兰的政府怎么样来监管这个性服务业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 娘面试才能拿执照之外 性工作者跟个体户交一样的个体经营 也就是要比你上班交的税更多 因为他们算是自己的老板 而政府可以给你提供的帮助 一个是来负责你人口买卖的问题 再一个是每一个性工作者的房间里面都有一个安全按钮 如果你按下那个按钮 就会有警察立刻来帮助你 也就是任何的暴力行为和让sex worker不满意的行为 都会有政府的保护 那除了警察之外 性工作者的安全还有没有别的保障呢 当然有啦 警察其实算是他们的最后一步 首先所有的性工作者 他们约定俗成的就是 我一定会帮助你 就是同伴之间的彼此帮助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趴 除此之外我还听说 在大街上会有很多流动人员 就是那些很壮的收保护费的 有可能是黑社会的人 来帮助性工作者维持秩序 之前我听说 有一个人就一直在录这个性工作者 然后他们就说 你不能录像你要把它删掉 就很严肃跟他说 因为这是明令禁止 你在红灯区内不能照相的 但那个人就一直在录一直在录 所以那个sex worker他就急了 他就给保护他的人打电话 然后那个人连人带手机 一块给扔到河里去了 我当想 酷 那你说这种情况 政府会帮谁呢 当然会帮性工作者了 因为他们交了税 他们是合法的 在这工作的人 如果你一个游客过来 打扰他们的秩序 政府当然也会帮你了 所以你只能认栽 如果大家去的话 记住一定不要给他们照相 这是非常不礼貌 而且是违法的 这些性工作者 我刚刚说了 他们在白天也是有一个长期的职业的 所以可能有些人 即便是他乐意做这个事情 他不想让他的同事 别人知道他在这儿 所以除了法律这个层面之外 不给他们照相 其实是对他们隐私的一个保护 我觉得大家做这个无可厚非 那咱们刚刚说了到底谁在这服务 那我们也来说一说谁在这消费 肯定主要的不是阿姆斯特丹本地人 而是游客 据新产业博物馆里面的数据说 每年大概有600万的人 会来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游览 其中有60%的人都只是pass by 但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其中有40%的人都在这享受了服务 如果你说 我打算出这50欧元 我确定要进去享受服务了 你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是你要看好一个橱窗 你走到他跟前 用眼神啊肢体动作啊 跟他示意 你对他有兴趣 然后他就会把他橱窗的门开开跟你聊 价钱和服务都是在开门的时候就谈好的 进去了先交钱后享受服务 性工作者有权利拒绝你 就是当你跟他示意的时候 如果他对你的脸不感兴趣 可能他也会跟你说no 所以你就要走开 还有就是所有的性服务一定会有保护措施 也就是不管你要不要求 这个性工作者出于专业性和对他自身健康的考量 他都一定会带康的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OK那你走吧 这个服务虽然说是50欧元15分钟起步 但据博物馆里面的数据说 基本上客人都在6到11分钟的时候结束战斗出去了 除了以上的7个问题的Q&A之外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玩的事实 第一每一个性工作者平均每一个星期工作4到6天 第二有人说哎看起来每晚上收150欧元租的很好啊 我可不可以多弄一些橱窗 但不行 宏东区目前有400个橱窗左右 这400个是已经固定了 已经连续好多年不再有新的橱窗产生了 第三之前有人提议给每一个性工作者都不要一个quality label 政府拒绝了这个请求 因为他说你没有办法平定一个人的技术好与坏 第四就是有一些客人他会特别的臭 一般当你走进那个屋子之后 新工作者都会希望你们的整个服务越快越好 但如果你特别臭的话 在每一个小屋子里面都有一个洗手池 他会邀请你先去洗一洗自己 然后再给你服务 如果大家去阿姆斯特丹 我特别建议大家去这个红灯区博物馆 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里面小屋子的样板间 所以如果大家去的话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整个性产业的历史啊 还有介绍啊 包括比我说的更全面的Q&A啊 一系列的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旅游景点的话 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值得一去的 毕竟这种合法的性产业在世界上也不多见 但要注意 如果你去的话一定不能照相 不能违反它的秩序 毕竟人家是个服务业 而不是一个旅游景点供你参观用的 既然你去那儿过了眼福 那就给人家多留一些隐私 多留一些尊重 OK那今天的妆就画到这儿啦 这就是一个我平时的日常妆 关于阿姆斯特丹红灯区 我所知道的全部就都告诉你们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好奇 可以在下面留言问我 如果我知道的话一定会尽量满足 其实我不知道我这个视频 审核军会不会给我通过 但是我也没有涉及到什么不该说的对吧 大家就当一个科普了 如果你们看到了这个视频的话 一定要三连呀 毕竟我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发上来的 OK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啦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